从王一博到田家瑞,抹额造型如何影响明星的形象? 在近些年的影视作品中,抹额造型逐渐走红,成为了很多古装剧角色的特色之一。 回想到19年那部受欢迎的《陈情令》,许多观众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蓝战这个角色, 这也是他们首次接触到抹额造型的时候。 之后,王一博,这位年轻的演员以其高冷的面貌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心。 他的外形极具争议,有的人认为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, 但也有的网友觉得他与原著中的描述还有些出入。 当然,作为一部改编自魔道祖师的作品,原著的描述对于每位读者来说都有自己的解读。 在阅读小说的时候,我们都会为角色勾画出一个形象, 而王一博的出现或许打破了许多人心中的定型。 他饰演的蓝战建立了一个清冷绝尘,如同覆盖了双雪的形象。 王一博完美地呈现出这种冷漠的外表, 尤其是他那如琥珀般的眼眸和高挑的身形。 然而,即使他在剧中的造型无懈可击,但他的脸型相对细长,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角色的原型略有出入。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王一博的整体演绎还是非常成功的。 莫俄造型并不仅仅局限于陈情令。 在古装剧中,莫俄也成为了一种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标志。 比如,姑苏蓝氏的家族成员大多都采用了这种造型。 郑凡兴所饰演的蓝苑和刘海宽所饰演的蓝西辰, 都有自己独特的魔鹅造型,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和性格。 不仅如此,新近的影视作品《云之雨》中, 田家瑞所饰演的角色公远征也有自己的魔鹅造型, 更加突出了他的少年感和英气。 而男主张灵鹤的魔鹅造型则更为独特, 仿佛一条精致的织带镶嵌在他的发间, 给人一种高贵又带有少年活力的感觉。 历史上,还有许多其他的演员也为我们展现了 他们独特的魔鹅造型, 如任全在《鸣补镇关东》中的双层魔鹅, 吴京在《小李飞刀》中的造型, 以及马天宇在《黛玉传》中饰演的贾宝玉。 总的来说,魔鹅造型已经成为了古装剧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 为角色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特色。 每个人的五官和脸型都有其独特性, 所以魔鹅造型对每个人的效果都会有所不同。 王一博虽然帅气,但戴上魔鹅后, 他的脸显得相对较长, 这可能与他的五官和脸型有关。 相反,田家瑞戴上魔鹅之后, 少年气质更为凸显, 似乎更加与他的形象匹配。 这也提醒我们, 无论是在真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中, 造型选择需要根据个人特点来定, 而不是盲目跟风。